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五月尾的時候 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在白宮記者會上宣布過 說美國將要退出世衛組織 事隔一個半月 到昨天 美國正式向世衛組織遞交了退出通知書 根據美國法例規定 要退出世衛組織是需要預早一年通知 故此美國要到下年七月才能完全退出世衛組織 到底美國是否要退出世衛組織 就已經成為共和民主兩黨的一個爭議熱點 這頭特朗普說要退 那頭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拜登馬上出來說 說若然他能夠成功當選的話 他一上任的第一天就會馬上重新加入世衛組織 而有很多民主黨的參眾兩院議員 都紛紛在Twitter上表態 猛烈地批評特朗普 說他退出世衛組織這個決定 只會損害美國人的利益和健康 而且會令美國在國際舞台上更加孤單 實情在美國國內對於是否要退出世衛組織 都是非常有爭議的 有部分共和黨支持者都認為 若然真的要退出的話 不如另起勞做好過 好過現在這樣 變相好像在搞單邊主義一樣 實情自從特朗普上任以來 他已經先後退出過很多國際組織和協議 包括聯合國教科民組織 實情那一趟是和以色列同時之間退出的 事源就是聯合國教科民組織 決定要將希伯倫的舊城區 列作巴勒斯坦的世界遺產 於是觸怒了美國和以色列 另外還有聯合國巴黎氣候協定 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等 當特朗普未能完全搞定國內疫情之際 他就正式啟動了退出世衛組織的程序 於是乎整班民主黨的成員 就好像執倒部一樣 包括眾議院的議長佩洛西 都出來加一腳 他就批評特朗普在這個時刻 退出世衛組織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而且只會搞垮國際抗疫合作 實際上特朗普說要退出世衛組織 我覺得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第一件事 世衛組織最大的金主就是美國 當美國納稅人的錢 原來是給了一個這樣的組織 即是說全部人是做了水魚 全部都是做了冤大頭 所以美國等同於用自家人的錢 來幫人做嫁衣償 何必呢 到底世衛組織能否發揮到它應有的作用 如果是可以的 美國多多錢都應該去給 但是 官乎這次疫情 世衛組織是嚴重地受到中國的影響 尤其是這個秘書長譚德塞 究竟他說的話 什麼時候是真 什麼時候是假的呢 似乎很多時候都是不盡不實 更何況就是 但是他作出的建議或者他下的決定 究竟是基於他的專業知識 或是受到不知來自哪一個國家的壓力 對不對 所以 這個世衛組織 你說不退出的話 根本上就是幫人搭一個計棚 是沒有意義的 好了 第二件事就是 世衛組織在上個星期 就肖肖地 將這個武肺疫情的時間線紀錄 就是在網上修改了 我就覺得 有時在傳遞訊息的時候有所脫漏 就無可避免 但是你世衛組織都應該開成報公 向全世界的人說清楚 究竟為什麼要修改這個時間線紀錄 更何況就是 那時候不是你主動告訴別人 而是有外媒走到世衛網站看到 才發現你改了 才揭發事件 而且你改的就不是普通的稅料 而是牽涉到在國際社會層面 非常關注的意點 就是到底在中國爆發的疫情 是由誰來告訴世衛組織 原來根據你的時間線的修改 不是由中國的官方機構通報世衛組織 而是由你自己世衛組織的駐華機構 去告訴世衛 到底這件事是怎樣 可不可以說清楚 真相永遠只有一個 如果你認為之前那個不是真的 你現在才要修改 到底哪一個版本才能夠反映到 真相和事實的全貌呢 不交代的不說的 所以你說特朗普退出世衛組織 絕對是可以理解的 根本上這個組織 你都反映不到事實真相出來的時候 到底你存在有什麼意義呢 原來所說的都是不盡不實的 有所隱瞞的 大家都沒有互信基礎 但是你錢就懂得拿 所以是很無謂的 故此特朗普較早前都說過 你世衛組織一天是不肯改革的時候 你都休想 美國是會繼續跟你在世衛組織裡演戲 當然你說現在拜登去反擊 到底你真是以美國人民的健康和利益 作為優先考慮 還是要先打擊特朗普 你大可以是另起勞造又可以 或者你是要求這個世衛組織作出改革又可以 沒有理由說你一上任第一天 馬上就無條件地回去世衛組織 這些簡直就是非理性的決定 就算你拜登和整個民主黨 要否定特朗普也好 你沒有理由會認為 世衛組織現在運作得很順暢和很合理 是半點改革的需要都沒有 如果真的這樣認為的時候 我真的很懷疑這些人的治國能力到底是怎樣 接著就說一下關於香港的情況 現在香港又有第三波還是第幾波的爆發 基本上已經接近社區爆發了 因為有很多都是找不到這個源頭的 根據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今天出席電台節目的時候 就說到 說這次的爆發是所有專家的預料之內 他為什麼這麼說呢? 他就說邊境檢疫仍然是有漏洞的 而且特區政府在父親節之後放寬了社交距離 即使是較早前出現的一些本地個案 至今仍然都未找到隱形傳播鏈 但每天核酸測試的數目 就未增加到7500個 當所有因素結合起來的時候 自然就會再爆發 原國勇就預測 說感染數字會繼續上升 如果不採取一些即時的措施 確診的數字會逐漸增加 他就說 特區政府較早之前 將室內的人數限制全部取消 但室外就維持50人的群組聚集 完全沒有科學根據 其實原教授這個批評已經是非常溫和 是不牽涉到任何的政治考慮 沒有說你因為要藉著這個疫情去扭轉選情 或者是你搞這個所謂的室外限聚令 就是一些政治的考慮等等 他就完全是基於專業知識來判斷得到 特區政府所作的這個決定 是沒有科學根據 是不科學 根本上你搞的事情 到底是為了防控的目的 還是為了政治的目的 大家都已經是一清二楚 既然你要限制室外 為什麼室內不需要限制呢 現在是一千人都可以聚集 只要你的場地容納得到這麼多人就可以了 這件事是說不過去 是說不通的 更何況就是室外的通風 怎麼差都不會比室內 到底你怎麼作出這個決定呢 是否正如你林鄭之前所說 就說要以這個疫情扭轉選情 故此就要施加這麼不合理的限制呢 而且立法會議員 都應該要問一下那些政府部門 提供一個數字出來 究竟在過去一個月 有多少人是通過陸路口岸進出香港 而且是豁免檢疫的 一定要有個數字出來 那你才可以防控的 現在呢 有些所謂的跨境學童 就每一天都切磋 那麼轉 現在還未放暑假 這些跨境人流 到底是不是為香港帶來更高的風險呢 還有 很多本地個案 根本上還未找到源頭 隱形傳播鏈是怎樣 一無所知 故此 其實所有香港人都應該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之前呢 去了這麼多個地方遊覽 又去迪士尼 又去海洋公園 千萬不能夠放鬆那些防控措施 包括就是 無論如何都好 一定就是要戴上口罩 因為很多人回報 就說 在那些主題公園裡面 那些人玩玩一下 就開始心散了 口罩又不戴啊 然後呢 又散漫 那些手 亂擦眼 擦口擦鼻 我還看到有一個個案 周圍去的 又去長州 又去火車博物館 又去那裡去那裡去 那我都覺得 困住 長期這樣 是會瘋的 但是 你周圍去的時候 亦都要注重自己的個人衛生 亦都要千萬不要放鬆所有的防控措施 不要想著 天氣熱就沒事了 現在每天都三十幾度 照樣是有這麼多個案出現 所以是不能夠大安止意的 一定就是要提高警覺性才行 現在基本上在街上 戴口罩的人 就是比起冬天的時候 是少了些的 那就是可以理解的 有些比如說做體力勞動工作的時候 真是身水身汗的口罩都會濕透 但是當你工作完了之後 可不可以都辛苦少少 戴口罩為人為己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